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这个孩子的平衡车 现在电量不足了 特别是现在正好是冬天 把电充满了以后啊 玩不几分钟就提是没有电了 这个平衡车已经用了五六年了 应该是电瓶不行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如何更换平衡车的电瓶 其实特别简单 一般这个平衡车 上面呢有个电源开关 旁边是充电口 然后电瓶啊 它不在电源开关这一侧啊 因为这侧有泄露板 在另一侧 所以大家拆的时候不要拆错了 把平衡车翻过来以后啊 这有几个螺丝 钻圈都有啊 现在螺丝让我给拆下来了 拆了那么一堆螺丝 螺丝拆完以后 把这盖一拿就下来了 拿着的时候要慢一些啊 不要把里面的线撑断了 这有个插件 把它拔下来 这个插件是这带个LED灯 是给这个灯供电的啊 拿下来以后 大家就看到这个电池了 这个是锂电池的 有很多个18650的锂电池 组合在一起的啊 这个锂电池 用这个塑料框架固定的 上面有几个螺丝 一共也是四个螺丝 拆掉以后 这个支架就拿下来了 电池拆下来以后啊 这个地方有个插件啊 拔下来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大家如果要买这个电池的时候 看上面的型号 这个电压是36伏的 电量是4400毫安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尺寸啊 135毫米 乘以90毫米 乘以60毫米 按照这个型号买就买不错 现在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现在这个新的电池 我已经买回来了 一个牌子的 电池型号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36伏到42伏通用 长块杆都是一样的啊 但是这个电池外形一样 买的时候啊 有很多种 就是续航时间 肯定是越贵的 续航时间越长 我买的这个是续航600分钟的 所以这个略微贵一些 还有400分钟的 我想这换一次也换一个 续航时间长的啊 这个是原厂的 所以大家买这个电池啊 有这几项要注意 但是具体能不能打到600分钟 这个得安上以后 用了以后才知道 厂家说正常应该可以的 安装也特别简单 和拆就是反过程了 直接插上 这个一定要插几 电池带了一个新的框架 拿电动板水拧上就行了 拧上以后 咱们通航电试一下 看看通不通电 欢迎使用智能平衡车 提醒注意安全 现在已经通上电了 说明这个电池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咱们 等装好了 试一下就知道了 新电池 电池不一定满电啊 装好了最好给它冲一下 冲满了再用 现在咱们给它关机 关机以后 把外壳安上 然后把外壳的螺丝拧上 就可以了 这样螺丝拧完以后啊 电池就更换完毕了 就这么简单 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电池啊 价钱从四五十到八九十都有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 所以啊 尽量买贵一点的 因为这个电池 如果便宜的话 万一质量不好 充电的时候容易爆炸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关注 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